说书,学士达三与我,开讲了! 欢迎各位伙伴再次的加铃我们的学士达三与我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往前走 在制作上集的过程当中,与清洁一如聊到神的七道光 后来他传给我人的七大脉轮 这是我在教授象巴拉灵气时整理出来的资料 我对解的这个动作的解读是 学士达三透过解来提醒我要提到七大脉轮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稍微的介绍一下七大脉轮的相关资讯 当然这个神秘的七的这个数字很特别 因为我们的地球有七大洲 人有七大脉轮 每个礼拜有七天 还有守护神的七道光的七位扬声大师 以及七大天使 北斗七星 卯秀星球的七姐妹星等等 我们已经将神的七道光引导静心 陆续地泼上去了 欢迎有兴趣的伙伴播控聆听 再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主要要分享的人的七大脉轮 我们人类最主要的有七大脉轮在身体里面 从头上的顶轮 两眉毛之间的眉心轮 喉轮 胸口的心轮 在肚脊上方的太阳神经虫 位于肚脊下方的脊轮伸直轮 还有脊椎骨底部的海底轮 这些脉轮是身体内的能量中心 而各个脉轮则是以不同的颜色来振动调平 将我们的七大脉轮维持在最佳平衡的状态之下 可以避开或减低疾病所带来的不协调与负面的效应 这七大脉轮与我们的神经系统及内分泌系统连结 如果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对应对齐的话 我们的身体就会处在和谐的状态之下 反之 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保持平衡 或者是有阻碍卡住的话 身体便无法有效地循环流通脉轮的能量 在世界各地有相当多的研究显示 脉轮之间的平衡 可以有效地治疗情绪的低落 纤维肌肉疼痛 甲状腺疾病 甚至于某些的癌症 七大脉轮它所对应的颜色 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红橙黄绿蓝电子彩虹的颜色 那我们现在就来简单地看一下每一个脉轮它的特性 第一脉轮是海底轮 相对应的颜色是红色 位于脊椎体的底部 它主要的性能是求生存 落地着实的感觉 涉及到的范围有安全感及信念感的有物 另外就是有能力去处理每天的事物 过多红色的能量会有贪婪或跋扈 盛气凝人的现象 若是红色能量不足 则会有缺乏自信心或感到漂浮不踏实的状况 红色能量不平衡的征兆有体重的问题 昏昏沉沉 麻木不仁或便秘的情况 而它所面与的课题是容易产生对事物的恐惧感 对财务方面的不安全感 或者是对身体健康方面的神经紧张与焦虑 红色能量平衡则会觉得很落实 很忠心不外散 第二脉轮是脊轮又称生殖轮 是内在小孩所在的地方 相对应的颜色是橙色 它位于肚脐至下方 主要是关于性方面的事物 以及创新创造力 牵涉到的范围有关于性欲方面 父母亲的本能及快乐与否 过多橙色的能量 会呈现有侵略性或过度放纵的现象 若是橙色能量不足 则会有因为内疚所产生的负担 或者容易起疑心 橙色能量不平衡的征兆有 容易惊慌 性方面的问题 胃痛 抽筋 或者是尿道感染 它所面临的课题是 对于性方面 食物 抽烟 喝酒 或药物毒品 有过分的苛求 或甚至上瘾 橙色能量平衡 则会有创造力 以及健康的性欲 第三脉轮是太阳神经虫 相对应的颜色是黄色 它是位于肚脐的上方 主要是关于意志力 力量 与动力方面的功能 它所涉及到的范围有 自我意识的觉察 以及报复 过多黄色的能量 会有工作狂 或者经常批评人 事物的现象 不足的黄色能量 则容易有郁闷 与过度焦虑的情况发生 不平衡的黄色能量 正遭有容易过敏 疲劳 肌肉疼痛 或者是糖尿病 它所面临的课题是 容易感到无助 没有希望 有火气 或者是没有生气 黄色能量平衡的人 它会尊重别人 以及对自己个人力量 有强烈的责任感 以上就是我们所谓的下三轮 那在我们提到上三轮之前呢 有一个第四脉轮 也就是我们的心轮 心轮的脉轮图像呢 就是有一个大卫之星在中间 如果把它转成立体的话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梅尔卡巴 它不仅仅是连接下三轮 及上三轮的重要的桥梁 也是我们所有能量的核心所在地 因为我们的心如果停止跳动 那就万事皆修了 所以第四脉轮是心轮 相对应的颜色是绿色 位于胸腔的正中心点 主要是关于爱与同情 还有侧隐之心 涉及到的范围有自尊心 爱情 友情 宽恕 以及原谅 过度的绿色能量 会有过度苛求 或占有欲强烈的现象 若是绿色能量不足 则会有犹豫不决 或者是觉得不值得爱 与被爱的情形 绿色能量不平衡的征兆 有免疫系统的问题 容易觉得疲劳 重复性得到感冒 或流行性感冒 而他所面临的课题是 在爱的依赖关系当中 会有觉得孤单 寂寞 忌妒 或是失望的感觉 爱的依赖关系 包括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 我们与我们爱人的关系 我们跟我们父母 我们跟我们子女 我们跟我们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甚至在工作上 我们与上司 同事 部署之间的关系 不过最重要的一份关系 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把跟自己的关系搞好之后 才能由内向外 一层一层地把关系搞好 绿色能量平衡则有同情 恻隐之心 以及经常关照自己的感受 再来第五脉轮是喉轮 相对应的颜色是蓝色 位于喉轮所在之处 范围也涵盖脖子 耳朵以及肩膀 主要是关于沟通 与创造性的表达 涉及到的范围有沟通 情感 情绪的表达 以及创新性的沟通方式 过度的蓝色能量 会有自大傲慢 话多的现象 若是蓝色能量不足 则会有很安静 不太说话 不能够表达自己想法的情形 蓝色能量不平衡的征兆 有喉咙痛 与肩膀、手背 或手掌相关的骨骼问题 气喘病或甲状腺失调 它所面临的课题是 没有沟通的能力 太有责任心 或者是责任心不足 蓝色能量平衡 则会觉得 能够回归中心 而且是一位良好的沟通者 第六脉轮是眉心轮 又称第三眼 相对应的颜色是电色 位于两眼眉毛之间 其实更精准的位置应该是所谓的松果体所在之地 主要是关于注意力及直觉感应力 牵扯到的范围有直觉感应力、思维以及睡梦 过度的电色能量会有偏向操控或独裁的现象 若是电色能量不足的话 则会有神经过敏、多疑心或无法专注的情形 电色能量不平衡的征兆有头痛、视力的问题 或者是情绪异常的波动 所面临的课题有 对于计划未来有困难、洞察力不好或者是缺乏直觉力 电色能量平衡则能够接受神的指引 以及做自己真正的主人 顶轮是我们的第七脉轮 它所相对应的颜色是紫罗兰的颜色 位于头顶 主要是关于了解与合一 牵扯到的范围是与高我力量的连结与喜悦 过度的紫色能量会有持续性的沮丧或头痛 若是紫色能量不足的话 则会有沮丧或困惑的情形 紫色能量不平衡的征兆有 颠前症、多发性硬化症、极度的疲劳或者是自我的怀疑 它所面临的课题有 灵性成长修行的停滞 忧郁症、失去或缺乏人生的方向感 紫色能量平衡 能够打开与神连结的管道 以及完整连结有意识和潜意识的通路 以上就是我们人体七大脉轮的一些简单的特性 供伙伴们参考 大古铸铸链运用高精密拖拉陶瓷膜技术铸造健康五毒安心耐用的铁锅铁壶 海外唯一一家专卖店位于北加州库市 网址脱 накooironwareusa.com 电话669-224-4128 欢迎有兴趣的伙伴们多多关注 谢谢 人有七大脉轮 那当然地球也有七大脉轮 所以有伙伴就会问 那地球的七大脉轮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也简单的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这些资料都可以在那个网络上查询得到 地球的海底轮在美国北加州的雪士达山 其轮位于玻利维亚与碧鲁交界的迪迪克克湖 太阳神经虫在澳洲大红颜 又称乌鲁巨石 星轮位于英国格拉斯顿伯里和沙夫次伯里 猴轮位于吉萨大金字塔和埃及的西奈山 还有耶路撒冷的赶蓝山 梅星轮位于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 顶轮就是我们的刚人波奇山峰 这就是地球的七大脉轮 详细的资料你可以上网搜寻 或者是参考地球大灼火这本书 所谓的能量场它是无形的 眼睛看不见 但是可以用身体或者心去感受 通常我们也称作Vortex 有些来过雪式达山的伙伴会感觉雪式达山是对应星轮 但是为什么这边它讲的是海底轮呢? 刚好借用这样的机会跟各位说明一下 每一个能量点、能量中心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主要属性 以雪式达山为例 它的主要属性是海底轮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感觉到心轮呢? 雪式达山的能量让你感觉到很落实 很跟大地连结 同时也可以让你的心感觉到很宁静、很祥和 很舒服、很敞开 它主要海底轮能量属性是不变的 而附加的心轮能量特质 则可因时间以及空间的不同而变动 主要还是因为感受着当时的状态与频率 去振动出不同的连结与处罚 完全因人而异 绝对不会有千篇一律的情况发生 能量的运作总是有它神妙之处 绝对不是我们逻辑的左脑能够一一解释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来说说雪式达山与我的缘起 如何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捩点呢? 敬请期待,下次见,拜拜!